一段30米的木材 平均6米分一段 需要锯几次 4次 回答这么快 是用脚趾都想的呀 啊 这脑子需要让门框给挤了呗这是 30米木材 6米分一段 5 6 30 5次呀 你天天敷面膜 是敷头皮上了吗 脑子咋一点褶子都没有呢 你说谁脑子不是拐弯呢 你看 30米木材 6米分一段 总共5段 对啊 那你看这5段 锯细下就可以了 一会儿就 现在知道谁的脑子被门挤了吧 你别不得了 你能做对还不多亏 我给你买了这套满份数学吗 看我闺你这机灵劲 咱这书也算没白买 是没白买 彻底给你解放了 那可不 这套满份数学里包含了一到六年级的所有必考点 视频课配套讲义和练习册 你先学概念再做母题 知识点吃透了 题变成啥样你都能做出来 要我说你这是能考98 你得给我记一大功 一套书关我六年 一套书关我六年 补习班也不用抱了是吧 你倒上试了 我这是跟你们班学吧妈妈买的 你也好好跟着学学 小生出我也不用操心了 你看妈妈为你做了这么多 平时在学校也多向你们老师还有同学啥的夸夸我 我经常夸呀 真的吗 那你都是怎么夸我的呀 我说我们要颜值有身高 要身高有学历 要学历有智商 这是一样不占呗这是 来再次挑战 手不能碰盆 你要是能把它拿出来 这一百就是你的 拿不出来你给我一百 我知道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刚才那一把是我大意了 这次咱换这个盆 我看你怎么把它拿出来 来最后一把 手不能碰盆 也不能用任何工具 你把它拿出来 又不咱们玩个大的吧 我把我这里面的两百也挣进去 我要是拿不走 这些都给你 那行啊 三百比多少大三倍 七十五 啊 瞎懵是吧 三百比一百大三倍啊 他整个七十五呀 就是七十五 是你说的不对 我都活了三十多岁了 三百比一百大三倍 我还不知道呀 活得多有什么用 学的又不好 那你看则信了 假如这是一倍 那比他大三倍 是不是得多出来三个 这样就是四个了 三百除以四 等于七十五 有问题吗 有人 不是不应该是一百吗 三百是一百的三倍 但他不是比一百大三倍 有人 那等我 我有点懵 让我捋一捋 你这一年级的家家法 都没整明白呢 又来叫我二年级的成厨 你都不会你说你天天急的啥 从前有两个王八打赌 说谁先动 谁就说 然后呢 然后这两只王八 就一动不动的趴在那里 这一趴 就是一百多年 直到有一天 刚好 有一个专家路过这里 他就看见了那两只王八 你看我干啥 你老看我干啥 专家就指着其中一只手 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 这一只王八 起码死了十年以上 另一只王八一听 伸出头来就说 死了 你也不坑一声 这时 被说死了的那只王八 缓缓伸出头来 哈哈打笑道 哈哈 你输了 原来没死 另一只王八也跟你一样 正在纳闷呢 这时 赢了的那只说话了 说什么呀 你是不是傻 专家的话 你都信啊 又和我爸吵架了 又没发挥好 又没炒烟 瞧瞧你那点出现 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 能动手就别动嘴 那不是废话吗 我一个女人我能打过她呀 这不好办吗 她要敢揍你 你就走 二婚女人最强手 再换一家 就你这颜值 彩礼到时候 怎么也得八万八 妈妈 你跟她生气 那可真没出息 你这边 快气死了 她还以为你睡着了呢 你哭了 鼻涕一把 泪一把 她还以为你感冒了呢 你气得想上吊 她还以为 你想玩荡秋去呢 她出去浪气了 嘴里抽的是滑子 喝的是毛子 你还傻乎乎的 在家里气得够强 妈妈 你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但出去吃点火锅吧 我请客 你付钱 吃饱了 她有力气跟她吵啊 走 妈妈 为什么我的腕里有鸡蛋 你的腕里没有啊 因为我是妈妈呀 我能给你抢吃的呀 你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需要营养 快吃吧 那你每天这股 这么辛苦 你也需要营养啊 再俩换换 不用换 必须换 不用 真 真不用 还有什么 先对本次考试不及格 做出以下判决 第一 剥夺儿童游乐园一次 第二 剥夺滑雪场乐园一次 第三 剥夺手机平板七天 第四 剥夺电视机儿童VRP七天 第五 剥夺零食七天 第六 剥夺今年压岁钱 第七 并处罚金200元 本次判决立即生效 这回终于闹到我了 你给谁打电话 给我姥姥 我不服 我要求上诉 说 今天在学院为什么跟同学打架 是他先打我的 那你可以告诉老师呀 你这样打回去那不变成糊了吗 你老师肯定会批评你啊 批评就批评 总不能因为怕批评 就做一个让人欺负的孩子吧 你可以先跟他讲道理呀 他打我本身就是带着恶意的 和这样的人 没什么道理可讲 我要是不还手 就等于告诉了别人 我是软弱的 以后会有更多人欺负我 也有可能 在我下楼梯的时候 推我一下 也有可能 在我排队的时候 踢我一脚 所以你就想他打回去 对 打回去就是要告诉他 我不是好欺负的 你敢打我 我就要你付出代价 任何人都别想欺负我 这叫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你说的有道理 咱们不惹是 但是咱们也不怕是 敢于反击才能更好的保护居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